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今天的凌晨 Intel在CES上PPT发布了11代酷睿 11900K 虽然我们大概10天之前就做了一个测试视频 今天估计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少 不知所赢的广告动态转发 那么当时我们就说 由于主板厂的BIOS都是测试版本的 PCIe的带宽是存在问题的 虽说的话游戏性能表现不是很准 那么现在主板厂家纷纷在 Z590主板PPT发布以后 更新了支持11代酷睿的Z490主板BIOS 我们先来补测一下 11代酷睿在单核理论跑分 完全领先5代月龙的情况下 那实际的游戏性能它到底如何呢 这里说一个小细节 在英特尔发布了1190K的前几个小时 京东上的AMD的5代热龙价格突然大涨 5600X从2129涨到2399 5900X从4099涨到4999 5950X从6049涨到7499 那AMD敢如此伤心病狂的涨价 那一方面也是由于产能不足导致缺货 台积键的产能主要还是给了手机 PC对待量还是不能跟手机比 那既然都缺货了 与其放任给黄牛去赚钱 那还不如AMD自己和京东AI把钱给赚了 另一方面也说明 英特尔的11代酷睿性能是真的不行 AMD完全不放在眼里 只能看英特尔准不准备去打价格战了 那这次我们测试了主板设计家的 Z490 AORUS PRO AX 在使用了来自技嘉官网的F20A的BIOS之后 终于能够成功在11900K上面点亮PCIe 4.0的显卡 3080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那顺便试了一下这张主板上之前一直用不了的PCIe 4.0的ML接口 那插了片三星的980 PRO上去 那测试的读取速度能接近7G每秒 那看来PCIe 4.0都是正常的 不过内存我们用的芝奇皇家戟3600三少计称号 就只能运行在3200的频率 3G6频率的话就无法开机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芝奇艳光级3600八级称号 这样就可以3G6频率运行了 来看一下上次我们没人完成测试的游戏吧 从之前的5600X的测试中可以看出 那大部分的单机游戏主要还是看显卡的性能 只要CPU不是特别拉垮的话就没有那么敏感 所以就只测试那些对CPU能明显拉开差距的网游 第一个是罗拉路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我们测试错了 1190K的游戏震度还没有1090KF高 CX GO和PUPG也是同样的道理 帧数相比时代酷睿都是开倒车 就更不要跟五代热龙去比了 再去看古墓丽影看一下详细的数据 5600X因为只有6核心的关系 有些带不住3080 GPU受限58% 才和1190K打成平手 而核心数更多的 i9 10900KF反而反超了5600X 看来上次测试出来的倒车数据 并不完全是显卡的问题 游戏的测试也就到此为止 11代酷睿理论跑分如此高 功耗也如此高 甚至核心都阉割了两个以后 还只有这样的实际游戏性能表现 被5600X磨秒圈 甚至在打不过自家的10代酷睿 那这里多提一点 11代酷睿修改了一下架构 可以在CPU-Z里面看到 多一个内存控制器的频率 在CAMD那边的FLAC的频率 我们收理的主板BIOS里面 却不能支持设置此频率 它会随着内存频率自行变化 但最后的实际效能还是由它来决定的 就比如说平台设置的内存频率是3600 内存控制器频率1600 实际效能还是只有3200的水平 变得就有些复杂 如果说要用11代平台去进行内存超频 就需要多注意一些了 那最后看完这个测试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近应该很多的主板厂家都在 疯狂的推广一些大几千的ZF90主板 什么各种雷电4 PZE 4.0 什么供电有多豪华 这里我要给大家泼一些冷水 那11代库越目前最顶级的就是 8核16线程的 1190K 全核性能比不上自家10代的 10核心20线程的i9 1090K 更不要和AMD的16核32线程的5950X比了 拿来工作是毫不购买价值的 也难怪AMD敢如此丧心病狂的官方老家 不过说实话 5950X这个U买到的话也要进万元了 实际的话也没有多少人去买的 在游戏性方面 不要跟锐龙五代比了甚至连打不够自家的10代酷睿 你就算配一个大几千的主板 去搞什么超频 能提升一丢丢的帧数 但是相比AMD的6核心 560X还是会有不少的差距 也难怪AMD敢把6核心的U卖到2400块钱 在12代U出来之前 Intel只有价格占着一条路 说实话 不管560X游戏性能如何掉打英特尔全家 但目前 1060KF只要1000充头 而且现货充足 不用耍猴 去搭配一个入门的Z490主板 还没AMD一个优贵 那么销售者依然会去选择英特尔 毕竟脱离价格缺产性能都是空话 那一贯市场推广和实际销售严重脱节的英特尔中国区市场部 他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我们看看这个月的11代酷睿和Z590推广 拭目以待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对11代酷睿如何看待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有关观众不要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因为我们是全体YouTuber 您的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 或者想观看完整版的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的XLF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收商品 潮玩客 谢谢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